上班带小跑 领导队你好 刚吃完饭 今天中午有一个重要的活要干 什么活呢 大家跟随我的视角 一起往下看 今天中午又不能休息了 别人都下班了 我们要上班了 咋回事呢 最近我们干活啊 把这个沟槽都挖开了 唯独这个路口没有挖开 所以说 等中午工人们都去吃饭 我们把这点沟槽挖开 把这个管道给它埋下去 赶他们下午上班了 我们把这个路也就搞通了 两不耽误 兄弟们注意看 就这点沟槽 也就三米长 给它搞开 中午这个累呀 瞌睡呀 没办法 特殊的活 特定的时间来干 这段沟槽最多20分钟给它搞定 这不马上就完活了 完完以后呢 我们再去掉两根管子过来 叼这个管子呀 太长了 这个管子 12米长 要顾前面 要顾后边 过不去了 把它断了 说的是中午加班 结果这中午还是有车过来 现在已经过不去了 管子呢 已经放进去了 正在焊接 现在呢 已经一点钟了 工人们马上都上班了 好了兄弟们 现在开始回天 抓紧时间把这个搞完了 一会儿人家都上班了 要通车了 应回天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点软 我先用瓦机来回的汤个机下 一压一压 刚才我用铲子拍了拍 估计应该没啥问题 把旁边这个小土给它扒拉一下 因为啊 经常有这种三轮电动车啊 啥子 今天有软土的话 进来就走不动了 最近不是老是挖路吗 工地上好几个工友都给我起个破坏缝子 这一见我就跟我开玩笑 你这个破坏缝子 哎呀 咱今天给它整好了 弄得漂漂亮亮的 路修好了 我们工地的小马子开着挖机 第一个通车 应该是没啥问题 开了挖机十来年了 修路修不好那还能行 好的兄弟们 现在我要把这个路两侧的这个沟槽 全部都给它填了 填完了就可以下班了 这点儿填完 填完了马上就下班了 兄弟们 今天的挖机这场又算是结束了 最后凉铲 大火 好的兄弟们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机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